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为了遏制疫情的蔓延 雅加大省政府决定重启更严格的社会隔离措施 消息已经传出9月10日 印尼基准股指暴跌5% 导致30分钟的交易暂停 投资者们也是提心吊胆 那么在疫情期间 股市还会有哪些变动呢 我们来看记者的采访报道 观众朋友们 股市是其中一个高回报的投资项目之一 在疫情和经济不稳定的情况下 我们应该如何安全地进入股市 又应该采取什么策略与抑制高风险 并且获取高回报呢 对于此次股市的剧烈波动 许多专家却乐观地表示 疫情期间是最佳的机会 买进相对便宜 并且具有良好表现的股票 因为疫情一旦结束 印尼综合指数将逐渐恢复到最高点 专家同时也建议投资者 要进行股票多元化购买 除此之外,专家还要补充说政府要建立市场乐观情绪并且减少市场担忧 同时监督经济复苏进程以及以信息披露激励投资者不受敏感问题的影响